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我们踏入8月 正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投降的日子 亦是香港结束3年零8个月的时间 今集我们就讲一下一瞻时期的香港社会 到底是怎样 1937年7月7日 路溝桥市面揭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 其后日军攻陷了北平 即是今天的北京、天津、南京、江苏等等的地方 1938年10月上旬 3万日军登陆了大瓦湾 不到两个星期就已经攻陷了广州市及其周边地方 而在日军的强攻之下 深圳在1938年11月26日陷落 由于自1937年上海及南京相计陷落 以及一年后武汉及广州等地都相计逆手 令到涌入香港的难民突然之间增加了50万 这批难民令到香港社会造成了极严重的问题 包括居住、糧食、医疗、卫生等等 去到1941年11月 大批日军已集结在深圳河北岸 不时都会挑衅駐港英兵 战火开始来到香港了 1941年12月8日早上 日军派军机轟炸啟德机场 陆军同时由福田过境进攻錦田平原 香港保卫战乘式展开 有关香港保卫战的情况 我们以后会专门出片讲一下 香港守军在孤立无患之下落在劣势 多次反攻日军都失败 同时做到伤亡惨重 无法扭转都败局 最后在1941年12月25日下午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向日军投降 晚上到达赤于尖沙咀半岛酒店的 日军第23军司令部 在燭光之下签署了投降书 英军投降之后 一人更加自出 这个时间比日军管治的时期更加糟糕 基本上香港当时是一个 是什么呢 英文说到就是 A Period of Anarchy Which Wholesale, Looting and Rape Were Allowed 容许全面抢量和强奸的无政府状态 当时的市民是被完全放弃了 1941年10月28日 日军先后在九龙和港岛进行入城式 意味着3年08个月的惨痛统治 随即展开 同日日本、华南方面军 发出了波杂作命第225号 正式结束在尖沙咀半岛酒店的 战斗司令部 同报成立了香港军政厅 军政厅下设有总务部、民政部、经济部、司法部、海事部等 用来管治香港不同领域的工作 司法部用来管理民事、刑事、行刑 经济部用来管理金融、物资、通货、产业、粮食 民政部用来管理房屋、生活、税收、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土木、难民、铁路等 等等的一般交通 以及总务部用来管理文书、人事、预算、计划、外务 以及其他军事令官委派的事情 当时在军政厅下设有根据开战后 逆日议定的香港九龙军政指导计划 日军第二十三军的参谋长负责计划香港军政 特务机关长负责民政 经济部长负责经济 法务部长负责司法 报道部长负责媒体及出版 海港事务就由第二显置 南队的海军军官负责了 根据由前北洋政府 国务总理眼威卿所写的眼威卿自尊里面看到 星期日日军定于时日举行售行仪式 仗在香港山顶升华太阳旗 并有阅兵等节目 上午忽游南京飞来日方高级军官一位 分别拜访居住在酒店各人 防午空中发现40架以上的战斗机 被翼飞行盘船传导 表演各种队役及航空绝技 海军飞机多架也同时加入表演 港湾内停泊不少日本冰船 幻有小翼巡洋艦 当时入城里 陆军第23军司令酒井龙 和海军第2显之艦队司令新建政一 在迁尼斯道检阅侵港日军 并向路旁列队的日本士兵敬礼 虽然日军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阅兵仪式 但基本上当时的香港人都没怎么理他 在铜锣和喇叭声中 日本人用中文大呼小叫 但路旁基本上都没有本地人介意理会 日渐时期之初 酒井龙实施了戒严令 日本军政府包括制定严厉的法例 和设立管轄全港市民的政府 同时日本军政府封锁了维多利亚党 控制海旁的货仓 日本占领了香港之后 随即筹建了香港占领地政府 政府的领导层由东京政府直接委派 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香港最高的行政机关 亦是日本战事内阁的直核机构之一 1942年2月20日 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成立 东京政府委派了日本陆军机局联介 中将出任香港总督 结束了酒井龙的军政府统治 政府总部置于中环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 半岛酒店则改为日本占领军总部 寄国廉格上任后 立即将香港占领地总督部 正前方的皇后将广场里的 维多利亚女皇同将拆下来 换成其署名的香港占领地总督 告语石碑秘闻内容如下 秘闻将英国称之为人类公敌 又说到太平洋战争属于胜战 日军为世界和平和东亚人民的福祉而战 并且表示香港已成为大日本的黄土 勉励香港人要同心协力建设新香港 还警告如果有不遵从者 必定予以厌情 为了拉拢华人已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寄国廉格上任后 不久就成立了两个由华人组成的代表会 和协议会 分别是华文代表会和华文各界协议会 两者合称两华会 两华会的咨询组织 代替了战前的行政和立法局 由此可见 虽然日军用尽一切方法在香港做民政工作 用来笼络民心 但司马超之心 路人皆知 日军明显是想用香港作为跳板 用来开展他大东亚共鸣圈的幻想 而第一步就是要循服香港市民 日军占领初期 香港所有公司任企业和公共服务 全部都被接管 荒物都被充公了 再运到前线给军队使用 直到1942年8月才容许市民申请 拿回货物 但基本上大部分物资都已经被抢走了 1941年12月26日 就是香港被日本统治的第二天 日本已宣布以军票取代本地货币 港元变成非法货币 不能在前面流通和用来购物 藏有港元的市民会被施以重刑 根据一些日军的统计显示 他们一共没收了5.8362.2万日元 1942年1月 港元和军票的兑换率为2对1 但在1942年7月24日起 兑换率变成4对1 但因为军票是濫发的票据 强迫换币的做法 只是将香港人的资产转移到日军手上 日元军票在1943年6月1日 正式成为香港的唯一法定货币 日用品的价格必须以日元作为单位 乱坎时期香港经济运作 完全由日本人支配 工业上主要的工厂都被日本人夺取 英资和外资企业以及各大银行 全部都被日本人接收 华人公司则大多数没办法营运 而倒闭了 其他经济活动 到了1942年3月才开始恢复 例如华智的百货公司 先在那个时间逐渐开业 在日本的统治之下 日军将粮食优先用于支撑战争 以及满足日本的需求 香港民众生活艰苦 长期都会足够的食物供应 市民普遍都营养不良 1942年1月 由占兵地政府文字部成立的 归乡指导委员会 每月军安排火车和乱船 将市民强迫离港 但这些交通工具只能将人送出境 离境之后回响的路途 就要各人自己搞定了 更多人负担不起路费 只能够徒步返港 童年秀与已经有60万市民来说了 其中有不少家庭在途中分散了 或者被逼抛弃幼儿 老人或者在途中饿死病死 至于途中被洗劫一空的 更加不计其数 而于后期 占兵队更会在街头 随意捉人强行压界离境 结果在1945年 香港人口由1941年161万人 跌至60万人 因为粮食工业不足 日志政府在香港实行了 白米和腐食品的配级制度 因为东南亚地区的米供应出现了问题 日志政府与时实行了 继口售粮的白米配级制度 由文字部按照户口 向市民发出普通购买米券 规定每人每日只可以配级 买6两4钱的白米 但日后因为日军的补给线受到重创 日志政府只能够进口米税用来应急 但这些劣质的米毫无营养价值 当时由百门抽策所者的煮米诗 就记载了当年的情况 首诗是这样写的 煮饭何如煮足强 好同儿女熟商量 一星可作三星用 两日堪为龙日量 有客只需添水火 无钱不必蒙根汤 虾然淡薄小滋味 淡薄之中滋味肠 可见到当时香港的粮食相当缺乏 因此很多人都只能够用 树叶、树枝、番薯藤、木薯粉 或者花生枯 勉强冲击 导致疾病频发 其后因为白米缺乏 改为配给了萝卜作为粮食 因此香港发生饥荒 香港经常有市民饿死 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惨犯 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有关日渐时期的档案显示记录 每天在市区、街道上都收集到300至400具尸体 有时更加多 曾经有一天达到731具尸体 因为饥饿或者造成的衰竭 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到5万人 香港隆寒之后 日本为了宣揚大东亚共云圈 于是在娱乐上做了不少功夫 用来粉饰太平 首先他们缘习了英国人的跑马赛事 上面说过当时每个市民每人每天限买六两四米 而这些米当然不是什么美 日本人为了维持着赛事 反而会特别买上等的资料给马吃 1942年4月 香港竞卖会成立 同月25日 居行了第一次赛马 当时的澳洲马和中国马 总共有400多匹 每次赛事可以赛9场 公众值门票每张军票1元 场内发售独赢和位置飞 每张价值的军票2.5元 最初十几次赛事的投注数字显示 一日8场赛事 平均每场的独赢位置飞超过1万张 当年而言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后来可以出赛的马匹越来越少 到了1944年上半年只剩下40多匹 澳洲马和10多匹中国马 每次只能作赛5-6场 每场最多只有6只马上阵 及后1945年部分马匹被军队征用 因此跑步下就不够马匹去维持赛事 后来日本人发明了跑木马 所谓的跑木马 是在马场画出一个木马场 场外空地在两边搭成一个车台 中间布置了10条铁链 铁链左右两侧用铁线连着 每隔几尺一条铁线 建设成10条赛道 木马大小是每一匹一尺左右的强度 比赛时候木马挂在斜台高的一边 发好完一声放手 多谢木马增上沿着铁链滑落来 搭成大约20马 香港竞卖会在当时 还不时居行了马匹拍卖活动 为香港营造升平的景象 而赛马活动初期有杯赛居行 包括了银行杯赛 还有钱庄杯赛 当时香港彩票的售票处 有超过97个 这些彩票叫做香港后生彩票 其售价为1元军票 而抽签活动会在娱乐器园里举行 除了彩票 香港不同地方都有很多赌档 长洲更加有小澳门之称 有赌业 当然不少得有黄色赤业 当时日本人把石塘嘴 变成了华人的娱乐区 而湾仔就是日本人的娱乐区了 不知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有关香港风月的影片中 有提合过导游社 不记得的就快点重温吧 而其实在宇安台和南里 总共有十几间大型导游社 里面有二十几个响道姑娘 或者叫做导游娘 可惜这些地方由于受时局影响 经常出现电力不足的情况 电池服务被迫停洗 而娱乐区也变得非常萧条 另外有时为了悼念 在战场上陣亡的日军 不时会要求娱乐区休业 其实除了上面那些不法活动 或者不是太适合大众的娱乐活动之外 一尖时期都有电影 粤剧 乐团 歌坛 以及电台广播活动等等 例如日本电影公司曾经在香港 在拍摄香港工作战 当中有日本和香港演员参演 明显是意图将日军的侵略美化 升为解放亚洲 而乐剧方面 不少滞留在香港的戏坦老官 为了生活而重踏台版 例如白驱荣 领翅伯 李我等等 西乐方面 香港家乡乐团曾多次在娱乐器院演奏 而日本军乐团在淪陷初期 都曾经在市区做露天表演 乐曲就以军乐为主 轻松音乐为父 日军在占领香港之后 就是要求香港人 在播放日本国歌《军之代》的时候 要懂得唱和一起唱 一尖时期 香港教育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学生人数由1940年的11万8千人 跌到1945年的4千人 几乎所有适龄的学童都会失学了 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 日军时期只剩34所 在紧如的学校里面 日本当局积极推广日化教育 日语成为主要的教学科程 中小学每星期必须教授日语4个钟 至于教导英文 中华文国国语 占领地政府虽然不提倡 但也没有禁止 日语成绩不好的学生 就会遭到严厉的处分了 除此之外 日本文化、黎智和国情等 都成为了学校的主要教授内容 例如高小的中文科 评论内容就包括了 新生香港、兴亚进行曲、从香港到东京、日本都、中灵塔、日本的体育等等 这种教育制度推行的目的是 希望加强日本对香港人的影响 令他们认同大东亚共闻圈的建立 并且将对香港的占领曲解为建立新香港 相较严重缺乏的基础教育 政府对推广日语教育就非常积极了 设立多所日语讲习所 也鼓励设立私营的私立日语讲习所 凡是政府或日资企业招聘员工的时候 日语程度交界者不单可获用 并且可获发额外的粮食配给 政府也强迫教师认考日语考试 未能够合格的需要接受三个月的日语培训 除了教育之外 日占政府规定在香港各地地标 具代表性的场所 以及香港政府建筑物等等都懸挂日本旗 以宣示香港的主权属于日本 占领地政府也将香港多处分区或重新命名 例如香港人叫做原香港 另外也会叫做维多利亚港 改成香港港等等 港狗部分主要街道和地方更名 都带有日本的色彩 改道为通 例如皇后大道更名为明治通 跑马地马场就改名为青叶峡径马场等等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源自英国人的街名 例如波富街还未被更改 除了街名之外 上面也提及过日占政府将所有外资公司的财产没收 因而鼓励日本公司取而代之 并且将原有的名字更改 例如高罗士大酒店改为重原酒店 英资百货公司连卡佛改为重版屋等等 除此之外 周年和英国没关系的名称都要更改 例如尖沙仔重庆大厦的前身重庆市场 因为要被重庆的纪委而改名为中兴市场 甚至将西方的教堂改为日本神社 1944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获得主导权 开始反攻日军不少阵地 日军大势已去 美军期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配在长崎和广岛投下原子弹 1945年8月15日日王与人宣读了《中战召书》的录音 由日本官方媒体《日本放送协会》讲过 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16日香港受行仪式在香港总督府举行 英国皇家海军夏克少将代表英国政府 和中国战区最高统组长蒋介石 接受日本陆军钢田梅吉少将和日本海军藤田雷太郎中将 代表在香港的日军无条件投降 双方签署受行文件 之后日本陆军钢田梅吉少将将自己佩戴的军刀献上下国少将 象征着香港的全体日军解除武装并向英军投降 而香港也在那一刻正式结束了三年零八个月给日本的统治 由于时间问题 今集我们就长话短说 希望今集能够让大家记得这段历史 也希望大家明白到和平是一件很艰难 但也很值得大家争取的事 今集我们就先说这么多 其实《日治香港》或《香港重光》 还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我们找几日再说一下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有意思的话 记得留言、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集再会